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会和大家去讲一个很正经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说好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所以都预料被人限流 但由于今天这一集的信息的故事相当感人 所以我觉得无论要付出多大代价 都真心需要去和各位分享 今天就是5月12日 可能各位都不记得了究竟今天是什么日子 又或者这么说 究竟15年前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其实15年前的今天又或者今天 其实就是文川地震的15周年 15周年的过后 井仔想去和大家看看 当初一众获救的小朋友 究竟现在他们过得如何 究竟这一场地震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当中真的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以及亦都会去和大家看看 究竟15年的过后 国家又尽了什么努力 去确保不会再有这些大灾难出现 虽然地震这些作为天灾来说 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但是怎样能够去做到最好的救援呢 国家其实一直都是在这条路上努力着的 和大家一次过去看看这些故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在15年前就是文川大地震 一场达到8级的地震 这个号劫就夺去了近7万条的生命 伤者更加是不计其数 无数人的命运是因此而改写的 虽然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哀伤的事实 但是当年亦都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 是绝对值得名记的 和大家去看看究竟少年们他们的状况是怎样 他们有人成为了消防员 以生命影响生命 亦都有人是走上了Catwalk台 在模具身上有灾难的印记 仍然都是活出自我展现自信 另外亦都有人是成为了模范的空降兵 追上了当年偶像的脚步 虽然他们的处境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 他们亦都是以积极的态度 去揭开了人生的芯片 在2008年5月12日 2点28分04秒 在四川在文村那里 就发生了8级地震 根据海报新闻的报道 有一个叫做盛于峰的解放军人员 当时就去参与救灾 当年他就被拍到在微笑地 去抱着一个刚刚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婴儿 照片传开之后 被称为地震当中最油情的微笑 事过境迁 如今的女婴已经亭亭欲立 名叫做 蕭雅文 亦都是跟当时抱起他的解放军 结成了 契亲 亦都叫他做爸爸 另外 在去年的9月 在藏族那边 一个叫做 盧定苑 发生了6.8级地震 造成了 最少93人死亡 另外 有25人失去联络 至少 423人受伤 当时有媒体影响 一个左手手臂印有文川秘彰的消防员张志立 抱着一名婴儿从灾区疏散 成为了别人口中的文川哥哥 与刚才提及的解放军 虽然大家处于不同时空 一个是十五年前 一个是一年前 但同样都是为世人带来感动 好了 为何无故说文川地震 又说一个发生在去年的地震消防员的故事呢 因为这个消防员 当时文川地震的时候 他是一个小学一年班的学生 他的家就在地洞山摇之下 就倒倒 在这个时候 赶过来救援的解放军 和消防就搭起了帐篷 立即为他们家人送来了食物 去解决 当时在灾区的生活所需 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这一个小学一年班学生 就长大成人 加入了森林消防队伍 在不足四个月之后 已经参加了多场森林火灾破救任务 和地震救援任务 之后他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 因为自己经历过当时文川大地震 所以就想着长大之后当兵 可以像他们一样去救援 虽然他就没有当兵 但是他就成为了一个消防员 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由当初被救援的一个人 就成为现在去救援他人的人 好像这个张志立背景的人 就不在少数 根据他们的颁奖介绍 在四川的森林消防总队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 亦都是来自文川 亦都是 27 28 岁这个年龄 都是说 你问他们 为什么你会想做消防员 又或者为什么你会走这条路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受到文川地震的影响 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被救援 和得到够熟的那种感觉之后 当自己有能力 就希望能够成为消防员 还有他们往往就是说 由于他们在小时候 就已经立下了个决心 所以每个人 无论在知识上面 还是在身体上面 比起其他童年人 是来得更加成熟 因为他们一早已经有自己的目标 在小时候 在其他人在玩 在玩乐 在浪费光阴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围着自己未来的目标去进发 所以为什么 在那个时候会特别多的人才 就是选择 例如去加入解放军 例如去做消防员 或者去做警察 好了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故事 在文川地震期间 灾区的道路就严重损毁 令到地面救援部队是难以抵达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有些路面震到断了的时候 车是没办法走过去的 还有八级的地震 可以说是地动山摇 对于很多的铁路来说 哪怕是你有一条五厘米 又或者叫做一厘米的 禅峰在这里 裂痕 那些车也都需要停驶的 更何况 当时那种环境 是直接将那些铁路的路轨阵断 所以 利用铁路去进行一个极大量的人员 和物资运送救援 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 唯有就是说 要用行车路 用私家车 货车去走 但不好意思 那时候 由于地震问题 极度严重 就算你的车 性能很好 好转得都好 有些路是直接阻止了 你连走都走不了 就算你说 行没问题 我们不开车 我们每个踩单车 甚至乎我们驼步走过去都好 不好意思 同样也是因为地震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山泥倒塌 是令到有很多的钢线被整座山高的泥土活埋了 需要很多人一边在清理那些泥土之后 才能够被救援队伍送进去 但是 时间就不会等人的 灾民也没办法等到救护人员 不是说 等到你们慢慢挖好路出来 我们才会肚饿的 不会的 在这个时候 空军有15名的山兵 在缺乏地面指导、引导、标识 和气象资料的状况之下 毅然从5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 成为了 在地震之后的46小时 第一批救援力量 进入救援 当地的百姓哭哭 就是说 我们终于有救 亦都成为了一段佳话 其实大家要知道 跳纲落散这件事 不是像你看电影那样 随便 是有跳 不是有跳 其实往往需要有很多人联络 例如说你之前要知道 你跳的地方是在哪里 到底风速 差距要是多少 还有 有没有人会在下面 整定一些很鲜明颜色的标识物 让你能够瞄准着那里 去跳下去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就是说 当然你有降落散 你就不会在高空那里 劈牌掉下来 但是 一旦这些空军 脱离了目标 如果他们不知道风向走势 而令到他们难以掌握降落地点的话 可能就算是他们未救到人 也好 他们自己都会成为一个被等待救援的人 但是就算是这样也好 因为相信一帮空军们都知道 救人如救火 哪怕是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降落地也好 最重要的 都是要让当地的灾民 看到有希望有救援力量的介入 所以当时的15名的散兵队员 很坦白的 是面对着 拿自身的安危成为赌注 进去救人的 所以为什么呢 灾民会不会那么感动 还有就是说 这15名的散兵 为什么那么值得我们去尊重呢 如果用一个比较容易去想象的例子就是说 有15个消防员 他们在无水喉 无穿着任何防护装备的状况之下 仍然躺身进去火墙救人 大家就能够想象得到 当时是多么危险 以及他们的勇气究竟有多么伟大 当时就有一名男孩叫做程强 身为小朋友的他 当时也是受到这些空降兵的救援 之后 在这些空降兵他们撤离的时候 他就高举了 掌大我当空降兵的一些报条 因为被摄影师记录了下来 之后也有媒体去采访 究竟现在的他变成什么呢 他亦兑现了当年的豪然 在2015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空降兵了 并且在2017年的时候也都成为了班长 更加就是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阅兵的时候 他就已经成为了 无犯空降兵连的牌掌 相当之令人自豪 因为自己被人救过 所以也希望 生命影响生命去救回人 其实这些故事 真的相当令人感动的 下一个故事 当时 一个叫做 朱宇的小女孩 就在上下美术堂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被房屋扎伤 是昏迷了 足足八天才醒 并且也失去了自己的左脚 当时 不清楚什么状况的他 还反而去问爷爷 就是说 究竟自己的脚 何时能够生回来呢 这个小女孩 总是能够以微笑和积极去感动大家 因此就获得了重伤天使的灼毫 乐观的他 亦都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个性 就令到他熬过了 漫长和又艰辛的康复训练 最后在已知的帮助之下 就展开了新生 同在去年的时候 他亦都是成功考上了 成都的中医药大学 被问到他学医的原因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自己的爷爷 就是乡村的医生 所以成为医生 都是他一直的梦想 希望能够延续爷爷的精神 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好了 关于 其实还有最后一个 不过这个故事 想放到最后才跟大家说 现在跟大家看看 究竟国家在这些年里 做了哪些努力呢 当时在文村地震最严重的时候 遭受到破坏最严重的 就是北村远城 基本上 所有的重要应急救援机构 都毁坏了 就是这样说 消防局倒下 医院倒下 然后 你当警察也倒下 基本上 所有人 都无法运转 这一样东西 其实就不单止是中国 因为就算在日本也好 当他们面对八级九级地震的时候 其实都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是日本在311地震的时候 他们最接近震源的那些重要救援机构 同样都是倒下 之后国家就在雄安新区的建设 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就是说 例如是一些应急场所 指挥机构 数据中心 医院等等 是采用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兴建的 至于这个标准是怎样呢 就是说 就算是发生最大地震破坏力也好 都仍然能够正常运转 即是说 不会倒下 对于地震救援来说 除了硬件要做得好 即是建筑物要够实正 不要倒下之外 其实一些软实力都很重要 何谓软实力呢 因为救灾 你亦都要讲求情报 例如就是说 你要知道地震的破坏力在哪里最强 但你知道哪里最强也好 都不能够确定哪一个地方是受灾最严重的 亦都要去分析 究竟附近的建筑物 人口集中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的建筑物是比较容易脆弱的 国家在这几年就花了很大的精力 去进行危险源和风险源的排查 这些数据 亦都放入数据库里面 未来一旦发生大地震的话 国家就会有相关地震学的技术 就能够分析到 哪一个地方就震得最紧要 什么地方的楼是最大机会 就是最脆弱的 就会塌到躺下来 第一时间 就可以将正确的人力 安排 就是调动到 去到最急需的地方 例如有一个沙漠又或者荒岛的地方 就算它有9级和10级地震也好 都没有人住在里面 当然你之后都需要派人去考察 但是有些地方来说 可能就是7级地震也好 但是由于它们的建筑物 可能是一些 没那么结实的材料 可能都很大机会 是会造成较大的人命伤亡 这个状况其实就跟之前的土耳其地震一样 亦都是由于土耳其有些的建筑物 就没有那么实正 又或者这么说 根本就没有遇过会有地震发生 结果一旦一些比较罕有地震出现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算力度 不是震得那么厉害也好 就算震源不是那么浅也好 都是会造成了比较大的人命伤亡 还有国家亦都会去建立一些新的技术发展 令到不同部门之间的讯息联通效率 和联动救护能力 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在2018年的时候 国家就组建了应急管理部 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整合资源 去提高大灾举灾的救援能力和效率 最近几年亦都开展了重大的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要将各个部门的资料整合在一起 另外一个是受益于科技进步 就是说无人机的救护那一方面 因为在文川地震的时候 暂时当时无人机就没那么普及 但现在就算是你是我都好 可能拿一两千元出来都能买到无人机了 对于一些官方的救援机构来说 无人机亦都很容易 就可以成为了一个去视察灾情的情报来源 略略说了国家究竟在文川地震怎样努力之后 再调回和大家看多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为什么会特意放到比较后呢 因为有比较多的评价想去说 文川地震的幸存者降腿女孩 她日前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 是自己遭受他人一些网络言语攻击的影片 她公开的私信记录当中就说 有人对她进行极其恶毒的谩骂和恶意骚扰 其中一个人就跟她说 哇 晨早溜溜看到你的视频 心情真的不好啊 哇 你走上街会不会吓人啊 哇 你还好意思去追男孩啊 这个女孩在回复这些私信的时候就说 就算没有一只脚也好 不要紧的 听首歌 看一本书 亦都可以睡一个好觉 她亦都表示 生活本身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别人永远无法定义你 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的人 想做些什么就去做 想爱的人就勇敢去爱 这个女孩在当年文川地震的时候 十一岁的她被压了三日三夜 获救之后 她经历过前前后后三十多次的手术才保得住左脚 至于她的右脚就已经是永远失去了 当时还是小朋友的她 是因为没有了 所以都觉得很自卑 去到青春期暗恋一个男孩的时候 亦都觉得自己不配 然后就收起了自己 之后她就想通了 就决定将一些用来包装在二枝上的海绵 即是一些叫作用来藝装 又或者看上去更好看的一些海绵 就拔走她 决定要露出二枝里面的钢筋组织 坦然去面对自己的不一样 这个女孩最后就不断奋斗 在2022年的时候 她还参加了绵阳市的残奥会 并且赢得了一块的银牌 现在这个女孩就是一个视频博主 即是我们香港可以叫做KOL 又或者YouTuber 另外也是一个平面的摄影师 她都经常在自己的帐号上 去分享日常生活 面对网络上的攻击 基本上她都不会回应 就说这些所有杀不死我的 就只会令到我变得更加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她很勇于分享自己 作为一个年轻人 如何克服一些过着意知的生活 以及就是说 如何就算身体有什么不便 如何去活出一个更加精彩的生活 所以有很多都是遭遇同样事情的网友 都是说 纷纷透过她的故事和她的影片当中 获得支持和力量 虽然这个女生 她之后就由于身体的原因 可能就未必适合能够做到救护 是真的从物质上面 又或者叫做从物理上面 去救援其他人 但是其实她也是循着另外一个途径 在心灵上治疗了不少人的痛 其实对于一些网上的 或者是会去攻击他人的人 老实说我作为一个KOL 我在网上都见不少 甚至乎我未拍片的时候 我自己都经历过很多的网络欺凌 我都试过被人冤枉 我都试过被人踩到一无是处 但是我都想说 好像这些真是治愈他人心灵的故事 这些每一个在灾难当中 能够站起来这么正能量 甚至乎是拯救他人的故事 无论那些网络hater 就算他们是中国人也好 我都觉得他们不配是中国人 甚至乎不配是人 一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会去妒忌他人的成就 然后是由于妒忌去诋毁其他人 正如文川地震 背后有很多人性光辉的故事 同时都相信 有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 是间接或者直接会伤害到人 这些灾难之后的小朋友成长成人 有些人用自私的心态 可能就会说 因为他们有镜头关注 所以他们人生条路才行得特别顺畅 特别容易成功 如果他不是没有了一只脚 他可能现在也没有那么成功 可能连书都读不了 如果从一个极度理性的结果去看 可以说是对的 但是就是过于理性 而忽略了中间的过程 因为这次他跟大家分享的例子 其实每一个人 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现在能够得到的成就 但是究竟 由这个地震之后 去到现在这一刻 他们过往经历过什么 中间付出了多少的辛酸 比起其他能够幸福生活的人付出了多少 才能够获取到的成就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例如说 在地震之后 自己身体受伤 甚至乎缺少了一部分 从零开始慢慢去适应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每一个晚上上不断去反问自己 为什么自己会遭遇这些非来环和 为什么我会无故失去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之外 他们可能每晚 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不断去哭泣 但是最后 他们都能够坚持到 继续就像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还有大家要知道 当你身体有缺陷的时候 而你还要去投入日常生活 并且 亦都和其他人一样 需要参加高考 需要参加种种不同的考试 大家都是在一个平等的平台当中进行竞争 但是人家是抱住一个身体的缺陷 仍然去参加这一场竞争 在一个本来不富裕的环境中学习 并且将要适应一个突如其来的改变 有很多人是说 他们面对着失去自身的痛楚 仍然继续去学习 仍然继续去成长 背后毫无疑问 比起一般的正常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泪水 但是镜头和媒体都未必能记录得完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辛酸 其实就是他们背后比常人有更多的坚忍和付出 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网上有太多的喷子 是永远不会去研究人家后面的辛酸和努力 永远就是见到人家光彩那一面之后 就不断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总要找个理由原因去抹黑人家 老实说 这些人通常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会高得去哪 或者这么说 根本就是一个废柴 因为就是妒忌他人而去压杀他人的努力 自己越来越看不起这些 就是常常在扮理性 但实际上就是用一些冷血言论去嘲讽和攻击他人的所谓网民 有时候言论自由是好 是对的 中国也有 但是不包括这些 是用来去伤害他人的言论自由 而且真心说 不是说每一个人遭遇到灾难 遭遇到低谷 遭遇到痛楚 都必定是肉火重生的 正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能够肉火重生 透过自己能够爬得上来的人 是更加难能可贵 亦都是对于一些可能现在是遭遇苦痛的人来说 是一个有盼望的目标 种种那么多的故事都是彰显到人性的光辉 亦都看到中国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国家 在发生了灾难之后 第一时间会去救援 救护员之后 亦都会想尽办法就是说 怎样再去避免同类型的事件发生 而不是好像日本那样 311地震过了10年之后 就不是去跟世界交代 怎样再去避免有相同的事情发生 反而就是跟大家说 我准备将那些核辐射水 就倒入海 大家一起玩滥炒 其实大家看到 这些就是国家之间的差异 何谓强国 强国就是说 无论是软实力和硬实力 都是需要兼备的国家 中国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中国亦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 大家看到 现在中国会有很多很完善的救援 一些相关的系统 通报 其实很多都是在每一次不同的灾难当中 我们在失败 我们在挫折当中 重新去检视自己的不足 从而再去继续努力 无论是在救援那一方面 在救灾那一方面 甚至乎其他方面 过去100年的中国 是一个积极的国家 而现在我们是透过不断失败 我们再去面对自己 再去改善自己 再透过我们14亿人的努力 现在我们在国际舞台 早早就已经能够挺起空堂 拥有硬骨气 去对抗一些 就是恶意去针对我们中国的国家 其实这些种种的故事 其实不单止是属于 民村小孩的故事 亦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 值得骄傲的故事 今集我自己讲到中间的时候 也有点感触 所以可能听到中段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有些声音上的不对路 平时来说 你听到不对路 就是因为我有谈 准备要CUT 但今次绝对 和CUT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了 今集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就待会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